我是如何输光百万大军的 大家好 我叫邓宇 话说公元25年 我带兵五万渡过黄河进攻西安 就碰到十万绿林军在支川镇司马迁中学这里阻击我 这个地形属于是一守南宫 西面是山东面是黄河 中间只留给我一个不到两公里的正面进攻 好家伙太史工都要爬起来坐城头吃我的瓜 正当我感到机无力时 同关方向传来爆炸新轮 三十万赤煤军入关了 他们如旋风一般扫清了整个关中平原 绿林军被打得连车尾灯都看不见 哎 这个时候就显出我了 我跑到城头一喊 你们绿林军公司都垮了还在这打什么工啊 赶快来我这田表入职 乱世之中大家都只是为了吃口饭 这十万人为了吃饭立马做鸟寿散 至少有一大半都跑到了我这 我这边接收工作还没做完 这赤煤军又往我这送人了 原来他们入关以后纪律比较差 老百姓的小日子过不下去 又不知道从哪听说我邓宇的军队人意 哎 就是不乱搞 于是扶老邪又赶着牛车就往我这里跑 每天都有几千人来入伙 几个月下来连司马迁中学的厕所里都住满了人 这是我老板出场了 他就是后来的东汉光武帝刘秀 他写信跟我说 听说你小子发财了 手下有百万大军比我还阔绰 你看啊 想当年李云龙有一个是他就敢打太原 你怎么有百万大军还不敢打西安呢 也怪我当时太年轻 二十四岁不懂事 直接就一封信对在老板脸上 老板你别看我有百万人 那可都是百姓 能拉出去干仗的撑死了十万 再说了那三十万赤煤军可不是好惹得主 他们刚刚拿下代表天下的西安 那状态蓝都冒火光 我现在去强行对县那无异于鸡蛋碰导弹 我的想法是 北上去打延安和甘肃一带 那边人少粮食多 打下来可以作为长期的补给基地 养活我这几口子不成问题 至于赤煤军咱们一点都不急 他们也会随绿林军的脚步 并成这娱乐至死的原则把自己玩死 到时候我在南下西安岂不是手到擒来 发完信我就带队出发了 谁让你给我持节呢 北地的攻略咱就不细说了 总之非常顺利 但老板不高兴了 一直嘟嘟囔囔要我打西安 我就回信跟他说不行 现在关中闹饥荒 粮食不够赤煤军吃的 他们迟早会自己滚蛋 但他这小嘴一直巴巴道 赤煤军主力吸进 去打天水的葵肖 他还公开发文批评我 说西安空的连保安都没有 你还不去打 我实在是顶不住老板的压力 只好在主力南下 还顺利攻下了空虚的西安 可直在昆明我屁股还没坐热 三十万赤煤军就被葵肖打败 掉个头就回来打我 这时老板又写信过来 说我的判断是对的 赤煤军没饭吃会自己退出关中 你待在那别动放他们走就好了 么么哒 哎呦我去 老板你确定你不是搞我 我就说了别来别来 你非要我来 现在来了叫我放他们走 我弟亲娘 连我仓库里粮食成堆 他们能放过我这块肥肉 果然 赤煤军是一口咬住 我不放啊 把我从西安一直平推到了黄河边 终于见到了老板派来的援军冯义 冯义见到我就传达了老板的意思 说要我们死守不可出战 赤煤军没饭吃自然就消失 哎呦我去 这我可受不了这口气 之前明明我就是这么说的你不听 现在反过来用我的话教育我 我的苍天啊 反正赤煤军也饿得战斗力打折 咱拼了吧 可我这一拼冯义他娘的竟然不跟 搞得我大败而回 只剩二十四乞讨回洛阳 丢人啊 至于赤煤军啊 他们却是被冯义堵在铜关一带动弹不得 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损失 直到冯义化装成赤煤军 搞了个伏击战 才把赤煤军的心理防线击溃 放弃从黄河南岸逃窜 然后绕到秦陵 从山里面蹦了出来 正当他们筋疲力尽 以为逃出升天之际 我老板刘秀的大军早已再次恭候多时 走投无路的赤煤军只好投降 上脚的兵器与铠甲堆的比山还高 就此刘秀成功平定关中 成为了排名第一的势力 至于如何统一全国 静待下集